今天一於帶大家來吃好東西 我們會由點心吃到這裡最出名的避風堂塔蟹 你們說好不好? 好啊 天鵝真是做得很精緻 究竟他們有甚麼名堂? 我都覺得阿學真的做得很漂亮 他們就是叫紫薯青鵝酥 讓我試一口 我也很想一口 大家一起試吧 吃了有口 很豐富 很香 而且紫薯不太甜 我覺得我可以吃到幾件 我也覺得 這個真是很健康的選擇 我就想試這個 它是黑糖蜂巢糕 用了全黑糖來做出來的 黑糖很健康 所以多吃幾個也不怕 咬下去軟綿綿 你們試試吧 真香 很濃烈的糖味 非常好吃 這碟真的做得很精緻 它上面還有點金果 Case 你知道它是甚麼嗎? 這裏就是自家製豆腐 是這間餐廳用石膏粉和無糖的豆漿去做的 另外也加了菠菜 菇和蛋 就成為了這麼健康的菜式 平時的豆腐會有石膏粉 所以不能和菠菜一起煮 這間餐廳堅持不用石膏粉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其實它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上面很名貴的金箔 很想立刻把它放進肚子 這個自家製豆腐 真的很香的豆味和蛋味 而且它的豆腐餅 可以做到外面的皮 它會嫩嫩嫩嫩嫩的 它很香 但裡面很滑滑滑的 而且上面的豆腐味道很濃 真的非常好吃 Eric 這碟這麼漂亮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嗎? 這碟是胡麻醬涼拌雞絲水晶粉 水晶粉是用土豆粉來製作的 再加上了自家製的辣椒 雖然看上去就很粗辣 但是吃下去一點也不辣 大家可以試試 真的嗎? 辣? 來吧 Eric 你看這個很好吃 不過水蒸粉真的很大辣 雞肉再加護馬醬很配合 很好吃 而且吃我真的一點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菜也是挺開胃的菜 雖然我平常很喜歡吃辣 但想不到這個辣 真的很香口很好吃 是的 我也是一次愛獎 有辣蟹裝 第一時間當然要嘗嘗這裏的鼻風塘風味 有鼻風塘炒辣蟹 辣酒煮花落 還有蟹油炒麵 首先這隻很厲害 你通常炒辣蟹 它用了越南的大肉蟹 每隻有一斤半重這麼多 又大又香 辣不辣 這裏有個好處 辣可以由你自己選擇 你喜歡吃辣多一點辣 你不能吃辣可以選小辣也可以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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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碟是蟹油炒麵 師傅用它特製精煉的蟹油炒 聞起來都很香 不如大家一起試試 好 吃起來有很香的蟹油味 而且和一般炒麵不同 不如不要油膩 我覺得吃起來的感覺不錯 很香 而且你看看蟹油 很香 讓我先試試 好 真的很香 很濃郁 對 它真材實料 你看 但最重要 我也很想試試蟹 懂得吃 當然是吃蟹蓋 你看看多多糕 很香 加上去的乾蒜、辣椒一起吃 更加野味、更加香口 這就是辣酒煮花蘿 看起來好美味 聽說是用花雕酒和花蘿一起煮成的 我們大家一起來試一下吧 我們大家一起來試一下吧 看起來 真的很新鮮 很好吃 Bman 讓我考考你了 你知不知道這龍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 這就是新加坡蟹 而這龍就是和它一起吃的饅頭 這個新加坡蟹最特別的在於 它用了馬來西亞的薑花來做它的醬汁 這間餐廳是在香港獨有的煮法 而這個醬汁煮出來 酸酸甜甜的 配合這個饅頭來吃 是非常開胃的 大家一起來試一下吧 我聽說 只是辣蟹裝才有這個薑花做的 是的 的確是有點毒突的 嗯 我第一次試過用這個蟹汁 蘸這個饅頭吃 我也是第一次 饅頭本身沒有味 但蘸了這個醬汁之後 酸酸甜甜很開胃 除了酸酸甜甜之外 它還有少許辣味在裡面 非常有趣 我聽傳師說 它說這個蟹是用煮的方法 而不是用炸的方法 所以可以保持它的鮮味 還有呢 這個也是用了越南大肉蟹 有成根半蟲那麼多 你看看這隻甜 已經很快隻了 是呀 看到也想吃 這個新加坡蟹 只在蘭蟹裝才可以吃 還要不用坐飛機 已經可以在香港吃到 我看搭飛機 我跟我一樣 很好看 會被罷不出 你 我會被綁藏